西部世界还是今年比较不错的一个科幻剧 基本上能够 假如说全力的游戏能够达到90分的这种神作的话 那么呢西部世界是能达到85分的 但是这个呢我很怀疑就是西部世界能够拍 支持到第三季知道吗 最多也就拍两季了 就这样不可能拍太长了 因为呢以目前这个西部世界的卡斯来讲 它是一个超级大卡斯 有诺南有那个老爷子 然后有一大堆的这个终生代的演员 这些来讲呢就是说成本啊 它是降不下去的知道吧 所以最终那个结局呢也是因为就是第二季不打算再请这么拉风的演员 就直接让这个主人公给自杀了 让福特给自杀了 因为这个演员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老爷子的片酬啊是很贵的知道吧 请不起了知道吧 然后呢我很怀疑这个假如说 假如说这个阵容的大卡斯啊不可能维持的话呢 那么这个电视剧也就最多维持两季啊最多三季就这样子 然后呢可能就被砍了 就这样子 因为目前即使以这么大的卡斯来讲啊 收视力也不是特别理想知道吧 因为卡斯都这么大投入的钱都明显比那以前的业益啊什么之类还多知道吧 但是取得的收视力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而且目前的这个这个基本里头啊 福特的死是非常突然的 因为他虽然明白了那个道理 但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没有必要自杀呀 他假如知道这所有的后果之后呢 他可以给机器人自由啊 但并不意味着给机器人自由就得自己去施弃生命啊 所以有时候呢 这很明显的这个结局啊 就是编辑为了省钱知道吧 就直接把人物给干掉了 就这样子 福特的没有出卖钱人类 因为呢 他我们要知道啊 就是科学家有种想法啊 就是人类啊 一旦进化到一定程度出现平静了之后呢 就是说我们人类发展 自我发展 他他在进化之中 他是会被我们目前的知识所障碍的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就得建立一个跟他竞争的群体知道吧 然后呢 我觉得福特的想法 就是说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开发出人工智能的那个 那个人的想法呢 也不是为了出卖人类 而是他们觉得只有 只有智能人出现了啊 才能让人类 有一点点的危机感 继续往前进化 这个科学家有一些初衷啊 他是电视机里面没有讲清楚的 但是我我个人的估计啊 是因为他觉得人工智能 人类的自我判断啊 其实走到了这个极致啊 就是说 比如说 在他们创造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呢 福特是很容易明白 人类90%的人呢 脑中呢 是接受了一些就是他脑中所谓的自由意志啊 是后面的社会给的 知道吗 是一种立场的意识 而不是逻辑的意识 就是说自由意志啊 有两种啊 大家可能认为 就是说我们这些书里面啊 正常讨论的 这个自由意志啊 是有两种的啊 大家总是认为自由意志都是一样 实际上不是啊 也一种自由意志呢 是少数人才有的警觉 是什么样的自由意志呢 就是在我没有选择之前呢 我是真正的在做这个自由的选择啊 就所有的想象罗列了出来之后呢 我通过我的逻辑和理性呢 我自由的选择了一个立场 知道吧 这个叫做真正的自由意志 但是多数人呢 表面上看起来在做自由选择 实际上呢 他的很多结论啊 立场啊 在没有做出选择之前啊 他已经被自己的习惯 知道吧 被自己的生活中的 潜质的知识啊 道德习惯就做出判断了 比如说 他走到一个桥上 然后看到桥有那边有一只狗啊 他好像看起来 他选择不过去啊 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啊 实际上呢 他这个呢 是属于社会的潜质性判断之时的 潜质性判断并不是自由选择 也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 知道吧 他只是整个生活所有的日常的生活 所有的规矩啊 规则已经告诉你了啊 必须得这样 必须得这样 然后呢 这个选择呢 看起来好像是你当时发生了这件事情 然后才做这件事 实际上呢 即使是这件事情在另外一个场合 同样发生了 他也是不会 他的选择还是一样的 这就叫做潜质性的选择 知道吧 就是说 你没有做出选择之前 你已经做出了立场的判断啊 实际上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上司啊 然后呢 福特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啊 在最初 他对于人类的 他是对人类比较失望的 因为人类啊 百分之九十的判断 因为你可以看到 福特基本上对人类是比较消极的这种态度 他人认为 多数人类其实就是低智商 就是愚蠢的 知道吧 他是需要被改造的 但是他有很多人类 他之所以 到了 他 他 他 是真正的 是真正的抵达了所谓的人类的自由意志 所以呢 有这样的人类来推动人类的 有这样的智能人呢 才能够推动人类往自由意志更高的方向发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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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